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近期在重庆市五龙区发现一座保存完好、有明确纪年的西汉墓葬,出土文物600余件。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,2023年3月至今,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启动白马航电枢纽工程文物保护工作,对项目范围内的17处地下文物实施了考古发掘。 关口西汉一号墓位于五龙区江口镇乌江腹地,为长方形数学土坑木裹墓,墓口长6.5米,宽4.25至4.3米,据现地表深4.13至4.78米。 由于墓内常年处于满水状态,且未被倒扰破坏,故裹饰、墓棺及随葬品均保存较好。 关口西汉一号墓,墓前已出土漆器、墓器、竹器、陶器、铜器等珍贵文物600余件。 值得一提的是,此次考古出土的甘枝木毒为全国首次发现。 现在我们清洗的,这是我们此次总共600多件器物中的其中的一件。 这个是一件漆木器,名称是叫做莲,是上下可以扣合的。 这个器物相对也是比较的完整,在当时也是用作绳放这种铜镜啊,包括其他的一些化妆用品的一个器物。 它的那个表面还有很精美的一个纹饰。 据介绍此次出土的600余件器物中,漆器以耳杯,漆盘居多,墓器以墓毒、车、船、涌等模型为主。 竹器目前可变器型有竹寺、竹筒、竹弓、竹排销。 铜器有铜锚、铜顶、铜壶等。 陶器有陶罐、陶岩等。 大部分的保存情况都非常好,那么此次出土的漆木器和竹器的数量还有器类都非常的丰富,这在长江上游地区上述首次。 专家认为,此次发现的关口西汉一号木,出土文物数量之多,年代之久远,在重庆上述首次。 下一步,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将继续与科研机构合作,开展文物修复、保护、研究等工作。 关口一号木是中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一个西汉木,也是西南地区目前发现的保存最为完好的木果木。 可以说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,展现了汉文化确立过程中巴蜀、秦、楚、文化相互交汇融合的一个时代特征,是巴蜀文明融入汉文明的一个生动的案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